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月18日 据媒体报道 1月12日 消失两个月的郑爽独自一人现身上海机场 皮肤苍白 全身包裹严实 其间与粉丝聊天还曾露出笑容 之后郑爽到一家快餐店就餐 少女新的买了两份玩具 不料饭壁后的一通电话让郑爽情绪转变突然 不仅将玩具都送给店里的服务员 还在街边边打电话边忍不住哭了起来 威娶的表情和闪烁的泪花惹人怜惜 郑爽自电视剧下至位置杀青后 就先少出现 消失几乎两个多月 关于他的传闻也层出不穷 压力问题 感情问题一直备受大家关注 早前 胡彦斌 微博 还在微博点赞与郑爽复合的消息 但同时1月中旬 郑爽独自抵达上海无人劫机时 胡彦斌去与一众友人海搁置深夜 两人复合传闻一次不识 网友们看到视频中爽妹子流泪的样子 都纷纷表示心疼 也表示理解 每个人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 还有粉丝直言 这怎么就一丝抑郁症了 不要再打扰他们好不好 实习生实安闻 则编 大米像爸爸 有人称小海年翘下巴复制黄晓明 新浪娱乐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 Angela Baby 17日凌晨在香港生下儿子小海年 夫妻俩的工作室发表声明证实此消息 AH夫妇共同有了爱的美好延续 从此一家一等于三 黄晓明 微博 随后也在微博上贴出父子俩胖圈照 互动相当可爱 18日由于探望过Baby那友人透露 孩子长相比较像爸爸 尤其挺鼻 翘下巴更 是神父志黄晓明 Angela Baby 17日在香港自然产 迎来儿子小海绵诞生 宝宝约重达5.9斤 黄晓明除了全场陪伴老婆声场之外 也由她出面接受采访 面容有些疲惫的她 虽然没有多透露老婆跟儿子的情况 但十分周到地问候大家 据报道 黄晓明有人透露 小海绵长相和爸爸比较像像 尤其有个超挺鼻子和翘下巴 且耳朵很饱满 看起来颇有福气 模样也相当可爱 据悉 黄晓明和Angela Baby被粉丝称为海绵夫妇 源自于2010年两人恋情 还在传绯闻的时候 女方常在微博提到海绵蛋糕 和晓明大哥的粤语发言相似 被联想隔空传情 小雅口结婚后 也就被港媒称为海绵夫妇 儿子取名小海绵正是象征夫妻俩爱的结婚 一辟的这一文 则编 大发六眼素颜双眼皮超厚 感冒依旧纯红肤 白六眼素颜双眼皮超厚 新浪娱乐训 1月18日中午 六眼 微博 微博扇出一张素颜自拍照 照片中的她睁着大眼睛 抿着嘴露出略带委屈的表情 女神怎么无精打采的 六眼发文解释道 感冒就像中了话顾棉长 粉丝们更是一阵心疼 照顾好自己 快点好起来 1月17日 六眼微博扇出和复原会 在2016微博执业活动上的合影 变身迷竭 整个人神采奕奕 状态不错 结果谁知感冒来得太快 今天六眼微博发文称 感冒就像中了话顾棉长 并配发一张素颜色拍照 虽然女神依旧美丽 但却略显疲倦和无力 最近天气寒冷 加上可能年底工作忙碌 女神次翻患上感冒 引得粉丝振振心疼 天气冷多穿点 照顾好自己 记得给自己多天件衣服 记得少拼点命 要赶紧好起来啊 实习生 白木纹 则编 静电雨 像爸爸 有人称小海绵俏下巴 复制黄小明 新浪娱乐训 据台湾媒体报道 Angela baby 17日凌晨在香港生下儿子小海绵 夫妻俩的工作室发表声明证实此消息 AH夫妇共同有了爱的美好延续 从此一家一等于三 黄小明 微博 随后也在微博上贴出父子俩碰圈照 互动相当可爱 18日游一探望过baby 那有人透露 孩子长相比较像爸爸 尤其挺鼻 翘下巴更 是神复制黄小明 Angela baby 17日在香港自然产迎来儿子小海绵诞生 宝宝约重达5.9斤 黄小明除了全场陪伴老婆声场之外 也由他出面接受采访 面容有些疲惫的他 虽然没有多透露老婆跟儿子的情况 但十分周到地问候大家 据报道 黄小明有人透露 小海绵长相和爸爸比较像像 尤其有个超挺鼻子和翘下巴 且耳朵很饱满 看起来颇有福气 模样也相当可爱 据悉 黄小明和Angela baby 被粉丝称为海绵夫妇 源自于2010年两人恋情 还在传绯闻的时候 女方常在微博提到海绵蛋糕 和小明大哥的粤语发言相似 被联想隔空传情 小哑口结婚后 也就被港媒称为海绵夫妇 儿子取名 小海绵正是象征夫妻俩爱的结晶 一匹的这一文 则编 大发